火箭弹击中的车辆燃起熊熊大火 救护人员随即赶到现场 而遭到攻击的奥诺村 位在以国中部地区 这起攻击造成了至少三人受伤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进入第四周 哈马斯卫生部门表示 当地至少有7703人上升 其中包括3500多名小孩 而这个数字也创下了自2005年 以色列片面撤出加萨走廊以来 当地最高的死亡人数 而对于以色列的支持 美国依然坚定不移 拜登总统除了亲自下令空袭 叙利亚与伊朗部分据点 并致函美国新任中医院议长强身 美国随时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